但是接下来有专家也开始力挺茅台了 来听下一句 人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 说明人类的排毒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说这话的是北大教授李可基 中国网友报道 北大教授力挺茅台称三具情案基本无毒 在发布会上北大教授李可基声称 塑化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他说卫生部的511含将所有食品中 塑化剂含量用一个同一个简单的数值来规范 本身就是匆忙应急的 是很粗线条的参考 该标准本身是不科学的 或者科学上是有局限的 李可基还谈到了三具情案 他表示三具情案基本上是无毒的 常人继续喝下去 不会随汗身体 这个说法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三路的倒闭会是多么的冤枉啊 那那么多孩子喝出了肾结石又该如何解释 就像之前有专家说 茅台里面有塑化剂 无所谓 白酒里有塑化剂 不伤害身体健康 每天喝两斤都没问题 是喝两斤 毒不死 他也醉死了 当然专家也许有专家自己专业上的观点吧 究竟是什么专业 我不得